最佳新演员 得獎的是 哈勇佳 洪金輝 恭喜 以富人演員接下主角的重責大任 表演真誠自然 深刻感受父女之情的疼愛與糾結 第二位 角色輪廓清楚 還有第二位 青春並不溫柔 葉曉飛 首次剛剛主演 在鏡頭下詮釋中性形象 富有說服力 無所畏懼的角色特質 自然流露 令人印象深刻 謝謝我的起點 直劇場 小滴老師 還有直劇場的導演們 屈有您 北村風情 李智蓉導演 謝謝這一路所有合作過的導演 還有團隊 還有謝謝盛十一 謝謝好好娛樂 謝謝簡小姐 還有今天的小飛俠戰隊 還有謝謝爸媽 我媽今天又來 然後 謝謝你們讓我任性了七年 我還會繼續任性下去 然後謝謝我在天上的家人 還有朋友 你們是我生命中的星星 然後謝謝蘇伊旋導演 很願意相信我 給我這個角色 讓我遇到魏青 謝謝我的夥伴 李林偉還有張若堤 李林偉說她會看轉播 然後她現在應該在哭 然後謝謝台北電影節 謝謝你們給我這個 奇幻的旅程 那接下來可以請大家 多多找我拍戲嗎 我戲林的媽媽我跟她講說 真的是我的名字嗎 她說對 是我的名字 那我也說 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也許有哪一天 我有機會像戲中一樣 像台北市市長一樣 這樣出來選舉對不對 希望我們的族人 可以幫我支撐一下 支持一下 那有一句話就是說 你心裡想什麼 你用心去做 他自然就做到 就是這樣 在這個台上 我要謝謝我的貴人 達哈導演 從我視鏡到出演 到金馬 然後到今天的北影 那金馬那時候 在台上還大合唱 很可惜 麥克風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話 那聲音更放 好 我要謝謝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老婆 謝謝你給我 厚著臉皮 然後一直 那個 怎麼講 那個 怎麼最後一句 忘了那句話 就是 他一直給我動力衝下去 謝謝大家